敬拜我们的主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彼得前书一章第七节 好 我们一起来读起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 阿们 那我们定下来 我们十月份 我们叫做训练乐 那我们上周分享了有关 敬前的操练 当中分享了三个主题 那我们第一个主题是 定睛的训练 我们把我们的眼光 专注在耶稣的身上 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那我们第二个训练 是有关分辨的训练 第三个是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关我们影响力的训练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 有关训练的话题 我们都知道小孩子 从小的时候 还不会说话的时候 一一学语的时候 那都是要听父母的话 父母说什么 他就一直听 也没有机会去回答 直到他慢慢地能够 会说话的时候 才能够和父母进行交流 所以我们人 刚刚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第一件事情 是要听别人说话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想我们的信心得到试炼 我们的信心得到更加地增加的话 首先我们要学会 怎么样去听神的话 怎么样去倾听别人说话 怎么样去用我们的耳朵 去仔细地倾听我们周围的声音 我们的信心才会得到 更加美好的操练和训练 阿们 我们上了小学 上中学 上大学 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老师 老师们在前面讲课的时候 也是用什么呢 用说话来教导我们 我们一开始没有办法说话 只能听老师说 老师教英语 老师教中文 老师教数学 我们都是听 当我们听到一定程度之后 我们的水平 或者我们的这种积累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才能够和老师有一个很好的对话 所以呢 我们要想增加我们的信心 想让我们在神的里面 我们的信心得到训练 我们就要在听的上面 得到一个很好的操练 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 虽然是主题是信心的训练 但是我们以什么为主呢 以话语为主 那话语呢 首先我们要听 首先要听什么呢 听神的话 那么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节 这个主耶稣的门徒彼得和约翰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看一下经文《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节 我们先来读一下 彼得 约翰说 听从你们 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灼亮吧 彼得和约翰是什么意思呢 听从神还是听从人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我们都知道这个答案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要听的是神的话 而不是人的话 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七节 说的就更加的具体和明显 我们来读一下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七节 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 你们不听 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阿们 好 我们对我们自己也好 对我们旁边的周围的亲人朋友也好 我们对他们进行问候啊 你是出于神的人 你是属于神的人 那么今天的圣经里面说什么呢 出于神的 一定要怎么样 必听神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 我们做什么样的训练呢 我们要一定 必须 没有理由的 无条件的 选择什么呢 听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训练的是 我们要在神的里面听神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参加礼拜 虽然不能够到现场来参加礼拜 我们在家中用手机 用电脑 用我们的电视 用这种方式来听讲道 来敬拜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神对我们说 你们要听神的话 通过讲道来学习 来积累 我们在神里面 神话上的这个智慧和恩典 平时我们还有什么机会 可以去听神的话呢 我们去读经 我们去参加这种区域的学习 参加圣经的学习 参加查经班 用这种方式来什么呢 来学习神的话语 阿们 所以我们要学会听神的话 而且要抓紧任何的时间和机会 不要放松 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生命和时间 去更好的 用更多的时间去听神的话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听谁的话呀 我们要听神仆人的话 那今天我们在讲道 那作为神的仆人 神会设立一些牧者 传道和一些弟兄姐妹 站在讲台上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那当我们凭着祷告 来到神的面前 圣灵通过我们 要把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在讲道的时候 传达给弟兄姐妹 所以呢 我们在讲道的时候 在平时和牧者和传道人 分享的时候 我们要仔细地听 神通过这个神的仆人 要对我们说的话是什么 当然神的仆人 站在讲台上也好 和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也好 说任何的话 都要先明白 不要靠自己的想法 不要凭仁义 而要顺服神的话语 阿们 所以在历代之下 三十六章十六节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 藐视他的言语 计较他的先知 以致耶华的愤怒 向他的百姓发作 无法可救 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 又对门徒说 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 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 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 他拆我来的 所以在圣经当中 也强调圣灵通过 这些作者强调什么呢 你们要听神所拆遣的仆人 听他们的话 因为神会通过神所拣选 神所设立的仆人 把神的话语告诉给我们 所以我们在主日的礼拜 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怀着一颗祷告的心 怀着一颗期待的心 在参加礼拜之前 向神迫切地祷告 神那你今天要给我 什么样的话呢 神我会在今天的礼拜当中 能够听见你对我说 怎样的话呢 这个话语在我的人生当中 在我这个星期当中 和在我最近的生活当中 对我会有怎样的恩典和引导呢 那我们怀着这样的期待的心 怀着祷告的心 来到神面前 听神仆人宣讲 神话语的时候 我们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能够得着神所赐给我们 来自天上 他所学的真理和力量和能力 阿们 那我们不但要听神的话 不但要听神仆人的话 还要听谁的话呀 我们要听敬前的长辈的话 什么叫敬前长辈的话呀 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 有一些信仰 还有他的这种修养 还有在圣经方面 在属灵方面都很成熟 都很有智慧的这些长辈 那我们有的时候呢 当我们出现了困惑 我们出现了在生命当中 我们出现了迷茫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找牧者去交流 也可以去找这些属灵的 敬前的长辈 去跟他们去分享 去交流 把我们的祷告题目 把我们的苦恼 分享给他们 请他们为我们祷告 我们也听一听 这些属灵的长辈 他们对我们所遇到的苦恼 和迷茫 他们的想法是怎样的 有的时候 神会通过这些敬前的长辈 把神的话语 通过他们 转达给我们 阿们 那我们看一下经文 列王 《列王记上》 十二章八节 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 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的 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 这个王是谁啊 这个王是所罗门的儿子 所罗门的儿子 作为这个 接替了所罗门 成为了以色列的国王 那么在他的这个王宫当中 有两个群体 一部分人是曾经 跟随所罗门王的 很有经验的这些老人 那么还有一些人是 和他的年龄差不多的 这些少年人 年轻人 那最终这个王 选择听了谁的话呀 听了这些少年人的说法 没有选择 没有接纳这些有经验的 年长的 敬前的长辈的话语 结果造成了什么呢 造成了他接替了所罗门 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之后 因着他的这种做法 和他的这种行为 造成了这个国家分裂 成为了以色列国和犹大国 所以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我在国内的时候啊 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还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要有了什么感动呢 这个圣灵感动 我在参加陈岛的时候 就是应该为我的父亲母亲 做这个进食祷告 但是我自己内心当中 觉得这个事情很可笑 为什么 因为我刚信主时间不长 来教会才不过两三个月 然后进食祷告的话 就是不吃饭嘛 不吃饭的话 人不就饿死了嘛 所以我当时只是有了这个想法 但对我来说 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很可笑的 不过是这个 就是偶尔会想起这个事情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 和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在陈岛的时候呢 有一位弟兄 这个弟兄的名字叫金一 他这个是一个很腼腆的 一个年轻人 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小啊 平时也不怎么和我们交流 这个用我们这个国内的说法 有点娘娘腔啊 对 所以我不太喜欢他 说实话 因为我刚去教会 我们也会分嘛 我们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人 所以和金一弟兄的这种分享 和交流很少很少 只不过是觉得他有点文质彬彬的 有点这个很白净 就是不说话在旁边 但是有一天早晨 陈岛结束之后 他就来找我 他说岳弟兄啊 我有一个感动 我想对你说一句话 我说什么事啊 因为我们都不熟是吧 你会对我说什么呢 他说我这几天陈岛的时候 我总是有一种冲动 总是有一种感动 这个圣灵啊 总是在我的心里面 对我说什么呢 你要去找岳弟兄 你要对他说 你要为你的父亲 为你的母亲 让他们能够得救信主 做进食祷告 然后他就来找我 跟我说了 跟我说了之后呢 我也就一笑而过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是连我的家庭的状况 你都不了解 你就来跟我说这个 但是呢 在我的内心深处 我已经感觉到了 当我有了为父亲母亲 做进食祷告的想法的时候 我没有在意 实际上神已经对我说话了 但是我没有在意 就像这个撒木尔 听到神呼唤他 但是不知道谁对他说话 以为是这个 以利在对他说话 没有在意的时候呢 神就用什么方法呢 神用我们旁边的人 来对我们说话 这个敬虔的 这个很虔诚的 这个金一弟兄就来找我 神感动他 说你要为你的父母 做进食祷告 所以听到了 金一弟兄的说法之后 我自己也有了什么呢 有着特别的感动 原来圣灵通过 金一弟兄在对我说话 神真的是 听了我们祷告的神 神真的是知道 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神 他知道 在这个时候需要 我要为我的父亲母亲 做进食祷告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有了这个决定 要做进食祷告 那祷告的时候 我就去找这个传道师 他说怎么做进食祷告啊 我又不懂啊 我说不吃饭的过不两天 我不得饿死了吗 反正他说 这个不要紧张 你这个祷告的时候 虽然不吃饭 但是可以喝水 但是这个可以利用你 早饭午饭晚饭那个时间 不吃饭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呢 可以先唱一首赞美 然后你去读经 你这个对圣经不熟悉的话 你先读诗篇 因为诗篇当中都是赞美 都是祷告的话语 读完诗篇和这个诗篇之后 赞美读完诗篇以后 你再把你的祷告题目 一个或者两个 很具体的祷告题目 告诉给神 不需要太多 因为进食祷告的时候 是很集中的一个祷告 可以把你的这个 非常非常具体 非常迫切的祷告题目 告诉给神 那我也请这个传道师 帮助我在旁边 为我祷告 我说我想为我的父亲母亲 让他们得救 做进食祷告 所以在那个时候 开始进食祷告的时候 我还对我的哥哥说了 因为我哥哥是 带我信主的 带我这个进入教会的人 我说要做进食祷告了 实际上我心中是有个期待的 什么期待呢 就是我哥哥和我一起 做进食祷告 可是他一句话都没有啊 实际上说实话 当时心里面特别的失望 哎呀 这么这个爱主的 爱父母的 爱弟兄姐妹的一个 我哥哥 亲哥哥 我爸爸妈妈的这个亲儿子 我都要做进食祷告了 你怎么不做呢 所以当时这个有些失望 但是第二天 当我开始之后 我的哥哥也和我一起 开始了进食的祷告 当然谁垂停了我们的祷告啊 后来过了大概两三个月之后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先来到教会 然后后来我的父亲也来到教会 因着什么呢 因着我们的旁边 有这些敬虔的长辈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有很多苦恼 很多苦闷 我们可能会跟我们的朋友分享 不信主的人 不是不能跟他们分享 但是跟我们敬虔的长辈 和信仰和属灵生命 很好的长辈 分享的时候更好 为什么呀 通过他们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力量 鼓励和支持 阿们 那希望我们能够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能够建立更多 这些能够在我们的旁边 为我们祷告 为给我们带来鼓励 给我们带来支持 给我们带来一些恩典的 这些很好的 敬虔的 属灵的朋友和长辈 对 那么第四名要听谁的话 要听父母 听父母的话 我们读一下 以夫所书六章一节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你们年幼的 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 也都要以谦卑诉邀 彼此顺服 因此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这个在国内的时候 我的感觉还不是很明显 孝敬父母 我觉得是一定是应该的 这个尊老爱幼 我们也都学习了 但是没有做得 那么特别的好 我觉得 因为无论是年龄大小 我们都可以成为朋友 所以有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不太尊重 或者是比较随便的 这种状态 可是来到韩国之后 这个尊老爱幼 这个事情 对我来说实现 是一种冲击 为什么 因为在学校学习也好 在社会的生活当中 这些圈子当中也好 韩国人特别重视什么呢 重视这个 你比我小 我比你大 我比你先来的 你比我后来的 比如说 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这个人 比他出生早一个小时 这个人 他也敢 对下面这个人 指手画脚 然后你也得对 我尊重 因为我比你提前出生了 一个小时 所以在韩国 有这样的说话 刚上学的时候 我们这个学校的前辈 都有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 你知道吗 韩国有一个俗语 这个俗语用韩国语说 就是 好像天一样的前辈 就是你得尊重我 你得尊重学校的长辈和前辈 当然这种方式我觉得很好 所以我这个 来到韩国以后 学会了开始 像长辈鞠躬 像老师鞠躬 不太习惯 刚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只是点头 结果后来被我们的同学 被老师批评了很多次之后 终于养成这种习惯了 我不觉得这是一种虚伪的习惯 我也不觉得这是一种 形式上的这种表现 如果你的心 和你的身体 和你的行为 能达成一致的话 我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习惯 让我们的社会 让我们的家庭 和这个关系 能够达到一个 更美好的状态 那么第五点 我们看是要怎样 要听在位掌权的话 在位的比如说 都有什么人呢 有我们的领导 对吧 我们是在公司上班的话 有我们的上级 在学校学习的话 有我们的班长 有老师 对吧 那么在这个家庭当中 有爸爸 有妈妈 有家长 那你要听 在位的听掌权的人 那国家的话 有国家的主席和领导 是吧 那我们在这个 小区里面 有管理小区的 是吧 比如像我们这个 家里知识的老公 是他们那个楼的领导 我听说是 是吧 那栋楼都得听他的 那叫栋长 是吧 那既然是 给了你这个职份 那我们这些 这些人就要尊重 这些有职份的人 这是我们的职责 圣经当中也说 你们要尊重 在位的 掌权的 但是我们刚才说到 要听父母的话 要听在位掌权的话 都是重要的 如果 父母 长辈 在位的 掌权的 他们所说的话 和圣经的原则 和神的话 有抵触 有冲突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 我们要听神的话 而不是听人的话 因为我们最开始 都说的什么呢 彼得曾经说过了 听从神 还是听从人 你们自己着亮吧 听从神的话是对的 听从人的话是错误的 Amen 如果这个人说的 和神的原则 和神的命令 和圣经的旨意 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 听从 如果是反对的 是错误的 会导致我们犯罪的 那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分辨之后 我们要分辨之后 不能去听从 Amen 那第六 我们要听什么样的话 听爱主之人的话 因为在我们周围 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 可能并不是我们的前辈 可能是我们的后辈呢 是吧 就像我说的这个 金一弟兄 他比我信主 也找不了几天呢 是吧 但是我把他当成 金钱的长辈是对的 不过我们周围 有很多这样爱主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使徒行传 在位掌权的这个经文 没有读是吧 我们先读一下经文 以色亚书36章21节 百姓静默不言 并不回答一句 因为王曾吩咐说 不要回答他 希伯来书13章17节 你们要依从那些 引导你们的 且要顺服 因他们为你们的 灵魂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 有快乐 不是忧愁 若忧愁就与你们无异了 阿们 我们重新再来强调一下 在位掌权的 你要顺服是如何的重要 比如说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作为中国人 我们要怎么样 要尊重 要尊从 要听从国家的原则 国家的政策 国家的要求 不能说我们到了国外了 我们虽然是中国人 我们就不归中国管了 我们就可以随便地骂中国 可以随便地 这个诋毁我们的国家 可以随便地去在旁边 排挤我们的国家 不是这样的 是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 这些弱点缺点 还有这些黑暗的腐败的 但是不是我们拿着这些事情 去攻击和破坏国家 我们应当爱我们的祖国 爱我们的国家 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地洁净 更加地团结 更加地繁荣 这个是我们的职责 而不是去做一些破坏的事情 不是做一些攻击和诋毁的事情 完全站在国家的对立面 这个是不行的 我们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做听从在位掌权的 顺服神的话语 这样的事情 阿们 好 那我们看第六点 要听爱主之人的话 《使徒行传》二十三二十七 我们来读一下 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 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这是谁说的话 这是保罗说的话 保罗说什么呢 凡是主教导给我的 凡是主给我的 我认为好的 我认为对的 有恩典的 我没有一样隐藏起来 没有一样留在自己这里 我都怎么样 我都告诉给你们 我都传给你们 我有什么 你们就有什么 我得到什么 你们就可以得到什么 这是我们作为爱主之人 跟随耶稣的人 应当学习的 我们在主的里面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 有的人可能有物质的恩赐 他有什么呢 有做买卖的恩赐 能赚很多物质上的这些祝福 有的人有什么恩赐呢 有的人有语言的恩赐 擅长说话 擅长讲道 有的人有赞美的恩赐 有的人有音乐的恩赐 弹琴 敲鼓 这个什么样 伴奏都可以 有的人有什么呢 有画画的恩赐 但是这个恩赐 我们要记住 是谁给的呢 是神给我们的 你要把这个恩赐 用到什么地方啊 用在爱主 爱神 爱人的这个事情上才可以 不能把它当成 你自己私有的产品 是我自己的 我就留在这边 那是不行的 我们上周说过了 我们说这个 我们是祝福的管道 是吧 这个管道的这个管子 要把这个开关打开 让这个水不断地流动 让这个神的恩典 通过我们流淌出去 才能成为什么水啊 成为活水 成为这个健康的水 如果你到了你这儿 你把这个管子 给它关掉 这个恩典到我这儿 就结束了 留在你的里面 时间长了 就像那个水 一直在这管子里面 不流动的话 就会怎么样 会变质 会怎么样 会产生很多细菌 会给人带来什么危害 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神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要把它更好的 更努力地去怎么样 去分享给别的人 这样的话 我们所有的爱主的弟兄姐妹 就会彼此地去祝福 彼此地帮助 彼此得到神所欺负我们的恩典 Amen 那么说了几个听啊 说了六个听啊 是吧 要听神的话 要听敬前长辈的话 听牧者的话 听什么父母的话 听这个在位掌权的 听爱主之人的 但是有些话是不能听的 圣经当中时间有很多呀 不能听什么话 我们今天来整理出来 大概有七点 不能全部分享 我们先看第一点 不听什么话 我们看一下 不听荒谬 无凭的话语 我们读一下经文 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 也不可听从 荒谬 无凭的话语 和 无穷的家谱 这等事 只生辩论 并不发明 神在 信上 所立的章程 什么叫 荒谬 无凭的话语啊 就是我们听别人说了 但是没有根据 没有凭证 你就不要再说了 你也不要听 为什么呀 没有根据的话 是不能去传的 没有根据的话 是不能信的 我们今天为什么信耶稣 我们为什么相信神 因为圣经那的话 是有根据的 是有凭据的 圣经当中很多的预言 在今天都怎么样 都已经实实在在地 实现出来了 我们不得不相信 神的话也是真实的 但是人的话 很多时候是不真实的 人的话 很多时候是夸大的 人的话很多时候是什么样 是伪装的 是歪曲的 是美化的 是不真实的 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 不能什么呢 不能听这些荒谬 无凭的话语 比如说最近 疫情期间 我们就很困惑 我们会对一些事情 我们会听到之后 我们会去评论 结果后来发现 那个事实 和我们听到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造成了 我们自己也觉得怎么样 很后悔 为什么就管不住 我这张嘴 是吧 听到了之后 没有去分辨 没有去考究一下 这个是真是假 我们就去传给别人了 结果造成了什么呢 很大的影响 我记得韩国有一次 好像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在什么地区 我忘记了 说是有一个 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一个中国人 一个中国人 说这个人确诊了 然后逃跑了 找不到了 然后这个微信圈里面 到处人都传了 然后这个人的照片 名字都出来了 后来听说呀 说这个人不是 这个确诊了 逃跑了 是什么呢 是他来到韩国以后 韩国有什么要求呢 每天要进行这个 你每天你的温度 和你的状况是怎样的 要报告 但这个人呢 不懂 不太懂 这个韩国的这个软件 就没有及时地去什么呢 去回馈 这个 在这个 手机这个软件上 没有回馈这个情报 结果就找不到这个人了 找不到这个人呢 当时就是 有些韩国人通过 中国人要找到这个人 要确定 他最近的状态怎么样 结果呢 传来传去就变成 这个人成什么样的人了 被确诊了 逃跑了 这个全 那个朋友圈里面 和韩国有关系的 我看都传了 当时我是没敢传的 因为我不知道 真实的状况是怎样 后来听说 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 没有凭据的话 不要听 没有根据的话 不要去乱说 要等到真实的那个证据 出现以后 才能够去传 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就说 我们在国内学习的理论是 我们叫这个 达尔文的什么呀 这个 人是从什么生的呀 人是从这个猴子变来的 是吧 这个进化论 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一直这么学的 我们就认为是对的 我们认为这是真理 这是铁定的事实 可是 当我们真的去研究 去网上去查资料的话 你才发现 这不是真的 到今天为止 达尔文的进化论 不过是什么呀 是一个假设 就是达尔文提出 人可能是从猴子 进化成人 从鱼进化成猴子 这种进化的过程 他只是提出了一个设想 到今天为止 科学家还在研究什么呢 还在找证据 找化石来证明 这个是真的 所以达尔文的这个 进化论不能够叫什么呢 不能叫定律 只能叫什么呢 叫假设 因为科学要提出一个设想 然后去研究 去不断地试验 只有经过千万次 亿万次的试验 没有什么呀 失误之后 才能叫做定律 就举例来说 像牛顿的万有引力 定律才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有正确的说法的科学 而达尔文的进化论 不过是什么呢 猜想罢了 设想罢了 还没有得到证明的 但是我们在传呢 我们在学习呀 难道这个不是荒谬 无凭的话语吗 你只能说什么呢 说达尔文 他提出这样的说法 人可能是 从鱼变成了猴子 从猴子变成了人 但是没有确实的根据 你教课的时候 你要这样去教才可以的 老是要负责任 你不能就说 这就是这样的 这是真实的 这不是真理 不是正确的 就好像创造论一样 我们只能说 圣经当中说 我们相信 但是你要 没有正确的话 你也不能去说别的事情 你知道的是什么 就是什么 不是什么 就不是什么 阿们 那第二点 我们要怎么样 不听什么呀 不听怨言 我们读下生命记 一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 在帐篷内发怨言说 耶华因为恨我们 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 除灭我们 我们上哪里去呢 我们的弟兄 使我们的心消化 说 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 诚意又广大又坚固 高得顶天 并且我们在那里 看见亚纳族的人 他们在这个 耶华的这个帐内 说什么话呀 说怨言 这是什么呀 这是当时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 对吧 去探伊利哥城 这个地区的状况 怎样 结果呢 回来之后十个人都是什么呀 都说怨言 抱怨 然后只有两个人 是谁呢 约书亚和 迦勒 当时说 神 这块土地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去去吧 那我们看呢 我们平时我们的朋友当中 和我们交往的人当中 会不会有的时候会说一些怨言呢 一定是的 甚至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习惯 说来说去 这个怨言就跑出 一开始是没有这个想法 但是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就会发很多怨言 发很多牢骚 这个时候圣经当中叫他们 不要听 也不要说 阿们 当别人说怨言的时候 你就要不要听了 他一直说的话 OK 你就不要再跟他说话 你要离开比较好 或者你劝告他 不要再发牢骚了 不要再说怨言 因为怨言对我们 没有任何的好处 对我们人的身体 也没有好处 对我们的关系 对我们的这个什么 各个这个什么层面 都是没有好处的 阿们 我们作为人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鼓励的话 说的是赞美的话 说的是称赞的话 说的是让人有益的话 怨言没有任何的益处 我们可以评论 但不能什么呢 不能埋怨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那我们再看第三点 不听什么话呀 不听敌人恐吓的话 我们看 以赛亚书七章四节 对他说 你要谨慎安静 不要因为 亚兰王利逊 和利玛利的儿子 这两个冒烟的火 把头所发的烈怒 害怕 也不要心里胆怯 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十二节 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 你是谁 竟怕那必死的人 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 这里面说的是什么呢 神说你们不要怕 不要怕人 不要怕那个所谓的 看起来很 人很多呀 很勇猛的那些 那些 胡着这个纸的这些敌人 不要怕 你们要怕的不是人 而是谁呀 而是神 我们作为基督徒 一定要明白一个真理 我们唯一惧怕的是谁呀 唯一惧怕的应该是神 魔鬼可怕吗 撒旦可怕吗 属灵的势力可怕吗 这个世上有一些攻击我们的 影响我们的 破坏我们的人可怕吗 并不可怕 唯有谁是最可怕的 唯有神是大而可畏的神 阿们 我们应当惧怕的是神的审判 我们应当惧怕的是神的怒气 我们应当惧怕的是神的惩罚 我们应当惧怕的是在神面前 我们应当小心说话 小心行事 要谨慎我们的行为 谨慎我们的言语 我们在这个世上要警醒度日 因为神是惩罚的神 神是审判的神 到了神来审判的时候 我们一切所说的 我们一切所行的都会显明出来 神会按照每个人所说的 所做的来惩罚我们 罪的代价是可怕的 世上的人所说的话 所做的事并不可怕 瘟疫可怕吗 刀剑可怕吗 饥饿可怕吗 死亡可怕吗 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 真正可谓的 是我们天上那个又真又活的真神 阿们 所以不要怕 不要怕这世上恐吓我们的人 那第四我们不听什么话呀 不听被盗之人的话 提德书一章十四节我们来读一下 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 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 什么意思呀 不要和异端的人接近 不要听他们的言语和言论 不要以为你的水平很高 不要以为你的信仰很好 也不要以为你的灵命没有问题 它是异端 我不是异端 我们在一起交流 没有关系 交流来交流去 你知道你会怎样 你的想法 你的理念 你的价值观 都受它的影响 慢慢被异端怎么样牵引 有一天你就跑到那里去了 我还记得我们教会 曾经有一位 韩式大学的学生 是一位神学生 特别追求属灵的这种恩典 特别是这个什么方言 什么意志的恩赐 追求来追求去 被新天地给抓走了 回过头来还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新天地 多么的危险 不要和异端 邪教这些说 这个被盗之人的话 和他们在一起 特别的危险 甚至圣经当中强调说 你不要和这些人辩论 辩来辩去 就把你自己给辩进去了 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 是有限的 第五 不听鬼诈之人的话 我们看《十对行传》 八章九节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 向来在那城里行什么呀 行邪术 妄自尊大 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 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 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 是神的大能者吗 不是 他是行什么的呀 行邪术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 有一些算卦的 有一些这个跳大神的 有一些搞巫术的人 有没有能力呀 确实有能力 所以有人说 为什么他们有能力 你们没有能力呢 我们要看结果 这些所谓的算卦的 跳大神的 或者是这个看相的 就是给你能算出 什么东西的人 能看见什么的 能知道什么的 他们的结局是很可怕的 有统计呀 说这些算卦的 这个什么呀 看守相的 和这个什么呀 接了神的这些人 他们的生活和结局都不幸福 有的人是自杀了 有的人是家破人亡 有的人是什么呀 就一直被一种恐惧 被一种黑暗控制的 而我们呢 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是怎样的 我们越来越喜乐 越来越什么呢 平安 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有光明 难道这个结局很不明显吗 而且邪灵确实有它的能力 但它的能力是有限的 它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什么呢 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刚信主 我们这个指示带着我们去传福音 去了一家 这个姊妹家 这个家庭是什么呀 是算卦的 所以她的这个妈妈在家里面坐着 然后我们去了 去了之后 她的妈妈说了一句什么话 你们是信耶稣的 你们快走吧 你们在 在这待一小时 待一分钟 我都受不了 为什么 你们在的时候 我什么都算不了了 我的能力不见了 因为你们的神是最大的神 甚至算卦的人都承认什么呢 承认神是真正的神 阿们 你不要以为邪灵 什么鬼呀神 这些好像看起来很神秘 很好 这个后面的结局都是可怕的 魔鬼撒旦 在控制 在诱惑 这些可怜的灵魂 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 带到那个黑暗 那个死亡 那个地狱当中 所以我们不要听这些鬼诈之人的话 阿们 第六 不听什么时候 不听恶人引诱的话 真言书 一章十节 所罗门说的话 所罗门说什么呀 说 我儿 恶人 若引诱你 你不可随从 可惜的是 所罗门的儿子 没听他爸爸的话 是吧 如果他听了他爸爸的话 可能这个国家就不分裂了 是吧 就没有什么南国北国了 他没有听什么呢 没有听这些敬虔长辈的话 诗篇第一章 第一节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作为 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 吸毒的算掉了什么 我也可以试一下 我完全可以战胜这些毒品 当它去碰的时候 你知道会怎样 永远也没有办法再战胜 抽烟也好 喝酒也好 或者是不良的事情也好 我们就觉得我们有抵抗的能力 不要觉得你有抵抗的能力 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呢 如果你觉得是不好的 你干脆就不要去碰它 你要躲避 你要避开它 恶人 罪人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些泄满人 不要和他们接近 我们说过一句话叫 禁诸者赤 禁墨者黑 一定是这样的 我到今天为止 仍然忘记不了 在国内的一个新闻 当时有一个叫 武和平的公安厅的厅长 破获了一起重大的文物 盗取文物的案件 然后他代表国家 代表政府 代表这些警察 然后发表讲话的时候 他说这么一句话 他说呀 请你们理解和原谅 我们警察队伍 为什么 因为确实有一些警察 他们的行为和言语 看起来和犯罪分子 没有什么区别 他说的这话说得很真实 然后他解释 为什么 因为警察每天和什么人打交道 因为警察每天和这些黑社会 和这些小偷强盗 和这些坏人打交道 时间长了 你站在河边 哪有不识邪的 所以本来是白色的警察 被这些人怎么样 影响的 也有了什么呢 不良的习气 所以他说的这句话 给我们带来的感触是非常大的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什么 说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孟子的母亲 为什么搬了三次家呀 第一次的环境不好吗 第二次的环境还是不好吗 所以他一定要找到一个 适合他孩子生活 学习的环境 搬到那个好地方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吗 不和恶人在一起 不和罪人在一起 不和谢门人在一起 要和什么人在一起呀 和好人在一起 为什么天天要往教会跑啊 因为教会里面都是弟兄姐妹 可以给我带来什么呀 良性的正能量嘛 如果你天天和这些犯罪的人 和这些这个忧郁的人 和这些有病的人在一起 你也会变成什么状态呀 变成像有病的人一样 因为商谈师 经常说这样的话嘛 商谈师是个大垃圾桶 每天听这些商谈的人 到来到去 把商谈师怎么样 变成有病的人了 所以商谈师要做好 一个什么准备呀 提前的心理准备 及时地把这些垃圾 负面的东西都怎么样 都倒空才可以 所以不能听恶人引诱的话 第七我们看 不听传舌离间的话 这个跟埋怨不一样 埋怨是什么呀 发牢骚 不满 传舌离间是什么意思呀 在你这儿 我们都是好朋友 我跟你说 那个人的不好 我到那个人 那个朋友那边 又说你的不好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 我是见过这样的朋友的 后来才知道 他跟他说了我的坏话 他跟他说了他的坏话 结果后来 这个人都被大家给孤立了 为什么 从来不说好话 表面上还是一个好人 但是说了很多离间的话 我们看圣经当中是怎么说的 箴言十六章二十八节 乖避人 拨散纷争 传舌的离间密友 箴言书二十章十九节 往来传舌的泄露密室 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 不可与他结交 所以我在小的时候 我父母和我上班以后 我的领导经常会对我们提 提一个这个什么呀 要求 就是你会听到很多 别人听不到的事情 你会见到很多 别人看不见的事情 因为你的工作和你的这个位置 会让你看到一些 别人看不见的 听不见的 但是不代表你有权利 可以把别人的隐私 和别人的秘密告诉给别人 所以我们 我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 我们办公室的主任 对我说了一句什么话 你们就做好一件事就好了 你就做那个葫芦嘴 你把那个葫芦的嘴 给它盖上 什么事情到你这 就不要再传出去了 就结束了 不然的话 你的话越多 你说别人的话越多 你可能没有离间 和什么呀 分裂的这个想法 但是呢 说来说去就变成了什么呢 破坏关系的事情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仍然就是 就是遵循着这个原则 有什么事到我这就结束了 不要再说出去 为什么 一点好处都没有 因为有一些人的隐私 和个人的家里的事情 你没有必要去说给别人 你只要来到这边 好好祷告就好了 因为牧师 传道师 和在教会服事的人 会看到很多 弟兄姐妹家里面 别人看不见的一些 隐私和秘密的事情 让我们看到 不是让我们去传这些事情 而是让我们去 为了他祷告 去爱他 去帮助他 阿们 所以我们不要做这种 传舌的 离间的 这样的人 好 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呀 听 为什么听这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先 这个不打开耳朵 先去听 就去做 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要先听 后说才可以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 说话的训练 说话的训练 人呢 能够用我们的口 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 和需要 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呀 这个世界上有 有很多种 这个生物 动物 植物 只有人 的语言是最丰富的 只有人 能够用嘴唇 用语言 去表达 我们的感情 我们的思想 表达我们的悲伤 我们的所有的情绪 都可以用什么来表达出来呀 用语言表达出来 你去跟那个小狗 你能对话吗 你是说不太清楚的 大概它是什么意思 你能猜得到 但是没有办法什么呀 对话 鸟和鸟之间也有对话 但是语言是很少的 人的语言是最丰富的 这是神给人的什么呢 美好的礼物 阿们 我们这旁边大叔好吗 神赐给你一个礼物 就是说话 所以好好说话 我们要好好说话 阿们 掌握好 管住我们这张嘴 因为我们这个嘴太不老实了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们看雅各书 三章九节十节是怎样说的 我们用舌头称赞那为主为父的 用用舌头咒诅那照着 神形象被造的人 送赞和咒诅 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可见呢 我们若不小心使用我们舌头的话 送赞和咒诅都会在 同一个口里面出来 这个是什么呀 神最不喜悦的 使徒雅各提醒和警告 我们说什么 要小心使用我们的舌头 要制服我们的舌头 好好说话 耶稣也曾经这样强调 你们的嘴唇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感恩 是为了颂赞 是为了荣耀神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句话呀 病从口入或从口出 是吧 圣经说我们要说诚实话 如果说正确的诚实话 说智慧的诚实话 说鼓励的诚实话 说爱心的诚实话 对我们来说 每位基督徒是需要的 可是说诚实话 说话 说真话 也是需要什么呀 需要智慧 需要恩典的 第一点我们要说什么呀 说正确的诚实话 诚实话不单单是 我们的心口合一 我的心是这样的 我嘴里面也是这样说出来的 很多人认为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 约瑟就是这样的 心里这么想的 口里也这样说的 难道真的有好处吗 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们要说正确的诚实话 诚实话也应该什么呢 与客观的事实一致才可以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 我们不只以为自己说的是诚实话 我们会发现 我们说完的这个实话 很多人不认同 很多人不同意我们的说法 如果大家不认可 我就要思考了 为什么大家不认可 是不是我认为的这个诚实话 它不是实话的 或者是错误的 是不对的 举例来说 有一个人 刚才我们学门徒训练的时候 还说到这件事情 一加一等于二这个事情 是吧 从小我就这么听的 就这么学的 所以一加一等于二 对我们来说 没有什么道理 我就是 一加一就是等于二 但是有一个人就很不同 他就认为一加一等于三 他跟任何人 他都说是不对 你们说一加一等于二 是不对的 我就认为一加一等于三 他自己主观认为 一加一等于三 他认为是对的 但不合乎什么呢 不合乎常理 不合乎正确的说法 这种个人主观认为 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这种所谓的诚实化 并不是正确的诚实化 是需要我们改变和更正的 阿们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向神祷告 祷告之后 奉耶稣基地名 然后呢 实际上这个祷告是什么呢 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想法 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决定 我们对神说应该这样 所以我奉耶稣基地名祷告了 结束以后 我们对任何人 我们都说什么呢 我已经跟神祷告了 神的心意是这样的 那个不是神的心意 是你自己的想法 然后你说什么 是神 我听见神的声音了 我跟他祷告了 我还奉主的名 这个祷告了呢 但是我们分辨完之后 发现什么 是他自己的想法 盖了一个什么章啊 盖了一个奉耶稣基地名 祷告的章 他根本就没有听神的声音 根本就没有去寻找 神正确的心意是怎样的 很多基督徒会陷入 这样的误区当中 就是拿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决定 向神祷告 但是没得到应许 所以说什么 神不听我的祷告 神不爱我了 神远离我了 我们才发现 他那个祷告 根本就是不正确的 他的那个想法 那个决定 都是自己个人的 主观的想法 根本就和神的想法 是什么样 不符合的 所以我们在神里面 要小心 雅各书五章十二九 我们看一下 我的弟兄们 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 不可指着天启示 也不可指着地启示 无论何事都不可启 你们说话 事就说事 不是就说不是 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所以圣经当中说 这个宣誓的祷告 誓约的祷告 一定要小心 不能随便说 当你在神面前 像发誓一样 像启示一样 像神祷告的时候 神是来 来追讨这个事情的 因为你已经 做了这样的决定 但是你不遵守的话 这里面说什么 说免得你们落在什么呢 审判之下 我听很多宣教士 做过这样的见证 说他如何成为宣教士的 很多宣教士怎么说的 小的时候 参加教会礼拜的时候 有人来讲道 就呼召 你们现在有没有 想做宣教士的 想去哪个国家 有没有感动 小孩子懂什么呀 有的人就举手 站起来 你们跟我一起祷告 都祷告了 我要为神做宣教士 什么为神去做工 我要做牧者 我要做什么传道人 奉耶稣基敏祷告 等长大以后 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根本就想不起来了 但是有一天 他成为牧师了 突然有一天 我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 原来在他很小的时候 曾经做过什么祷告啊 做过这种 像誓约一样的祷告 不要觉得 我们在神面前 这种宣誓的祷告 是无所谓的 神都知道 神也都按照这个事情 去再做 阿们 所以誓约的祷告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呀 我们叫玩传话的游戏 是吧 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游戏 传一个人还好 传两个人还好 传到第十个人 然后会发现什么样 跟你原先的内容 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甚至和你原先的这个说法 完全地怎么样 完全地相反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 一件事情 传来传去 常常会变成了 与事实毫不相关 甚至变成了与事实 完全相反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说的这句话 是不是真实的 一定要考察 考究之后 有根据的话 再说出来是比较好的 中国古代 我们就有一句话叫 三思而后行 为什么要三思呢 说话也是一样的 我的父母经常 对我说这样的话 说你说话不经过大脑 我小时候对这句话 特别地讨厌 我就觉得 好像我是个傻子一样 是吧 为什么我说话 没经过大脑 我高兴我就说 我不高兴就不说 就像约瑟一样 结果有一次 我去我的大姨家 应该是我大姨的身体不太好 然后我的二姐 在楼道里面遇到了我 所以她提前跟我 小声地在旁边 把我叫到一边 说表弟 你这个应该怎么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她给我教育了一顿 我才知道 原来说话是 有的话能说 有的话不能说 我才知道的 那时候我小学 大概五六年级我记得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才发现 原来说话 不是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的 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 而是你需要去考虑 去思考之后 所以今天我们强调说 正确的诚实话 是重要的 Amen 第二点 用爱心说诚实话 以赴所书四章十五节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是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这里面说诚实话怎么说呀 用爱心说话 我们以前说过这样的事情 是吧 我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 这是台湾的牧者 叫寇树远牧师 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是一个秘诀 什么秘诀 说你去批评一个人 或者你去指责一个人的时候 你越批评 你就越心疼 你越指责他 你就越伤心 你就越难过 你就越替他怎么样 替他这个惋惜 你可以说 为什么 因为你是凭着爱心 在说话 可是你越说越高兴 越说越舒服 越说越这个 哎呦哇 终于这口怨气 被你怎么样 你就不要再说 干净把嘴闭上 为什么 一点好处都没有 不是凭着爱心说的 而是凭着怨气 在说话的 所以我们和别人 交流的时候 我们不是不可以 去指责别人 或者指出别人的毛病 你是凭着爱心说话的吗 如果凭着爱心 别人是能感受到的 所以当时这个人 可能是接受不了 但是过后 他是能接受的 为什么 他能感受到 你的那个爱心 可是你不是这样 你是为了 为了发泄你的这种怨气 越说越舒服 越说越高兴 越说越心高采烈 你看到那个人 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虽然是指出我们的毛病 你说的是实话 但是我不能接受 为什么 你的态度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用什么 用爱心说诚实话 阿们 我们对自己说好吗 我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阿们 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有些人的诚实话 是在劝勉人 但是很生硬 很粗暴 甚至是带着怒气的 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 雅各说三章六节说 舌头是什么呀 舌头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秘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从地狱里点着 生命的轮子代表什么呀 生命的轮子代表我们的人生啊 你的一生都被这个舌头给影响了 把你影响到哪儿去了呀 把你带到地狱里面去了 这个舌头多么的可怕呀 舌头会怎么样 会把我们带到地狱里面去 言语要谨慎 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 邪恶的话 那个源头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魔鬼 凡是神不学的 这些邪恶的话 也都不是来自于神的 都是来自于魔鬼的 比如说有些父母啊 教育孩子 我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像我爸妈说 说话不经过大脑 我就不喜欢这句话 凭啥呀 我傻呀 我们说儿女的时候 会不会说这样的话呀 会 生气的时候 恨铁不争钢的时候 说很多不理智的话 刻薄的 攻击的 甚至带有咒诅的 这都不是造就人的诚实话 都不是什么呀 凭着爱心说的诚实话 都是什么呀 带着怨气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座 如果有作为父母的弟兄姐妹 对你的儿女 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 你再生气 你再不舒服 你再有火气 也不能说这样的话 因为你说出来的话 是带着能力的 就会影响到你的孩子 给你的孩子带来人生当中 特别大的影响 但我们想帮助一个人 从错误当中改正的时候 不是凭着我们的直觉 而是要用爱心 用温柔 用体谅的这个立场去思考 为什么他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呢 难道是无知吗 是太自信了吗 是太顽固了吗 是因为面子的问题吗 你要分析 你要发现 他出现这个问题的因素是什么 按照他这个因素 发现问题的本质 去跟他说话 所以同样的话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时间说出来 不是在随着场合 这句话说出来都是好的 你要分时间 分地点 分场合 看什么气氛 我还记得以前 我们这个 之前的南城墨传道 有一次 去对我们这个孙弟兄 说他的祷告 是吧 孙弟兄 头一次做代表祷告 结果祷告完之后 然后好像他说的是 另外一位传道 他没有叫传道 他叫大哥 结果这个 我们这个南传道 他也是好心 然后在后面 小组聚会的时候 弟兄们聚会的时候 他直接说 这个孙弟兄啊 我有句话得对你说一下 你祷告的时候 不能说这个传道叫大哥 你应该叫传道师 这样比较好一些 这句话有错误吗 一点错误都没有 也是凭着爱心说的 也说得非常的温柔 可是呢 场合和环境错了 人是爱面子的 可是呢 我第一次代表祷告 你就这样打击我 在众人面前 所以下次我再请 这个孙弟兄祷告 他就不出来 总是不出来祷告 为什么他 已经有了这个什么呀 有了一个 这个什么呀 这个纠结的地方在里面 所以我们说的一句话 会给别人的一生 带来很大的影响 一定要小心这样的事情 所以基督徒 我们要有智慧 要懂得用爱心 说诚实话 分地点 分场合 分时间 分环境 分什么人 分什么事 所以这句话 用什么方式说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点 我们看的是什么呀 说智慧的诚实话 以福所书 四章二十九节 污秽的言语 一句也不可以出口 只要随时说 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阿们 这句话 对我们来说 特别的重要 你说的话 能否造就人 如果不造就人 就不说 造就人就说 阿们 对人有意就说 对人无意就不说 我们的原则和标准 就出来了 基督徒不但要说诚实话 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更重要的是 以智慧说 造就人的诚实话 阿们 在圣经当中 曾经描写一个人 这个人叫大卫 对吧 这个 有一个先知 去找大卫了 这个先知的名字叫什么呀 叫拿丹 拿丹去找大卫的时候 他实际上 他是有目的性的 他要指出大卫犯的罪 可是拿丹呢 他很聪明 他没有直接见到大卫 就开门见神 说大卫你犯罪了 你犯了淫乱的罪 你犯了谋杀的罪 你犯了强奸罪 你是一个罪人 你该死 然后呢 因为神这个 爱你的缘故 你这个神不及其杀你 但你的儿子该死 就说了一大堆 没有直接说 拿丹很聪明 他见到大卫之后 给他讲了个故事 讲了个什么故事呢 就说 从前呢 有一个 这个什么呀 有一个富人 有一个穷人 这两个人住在城里面 然后呢 这个富人呢 有很多的这个 牛群 羊群 然后有很多的财产 这个穷人呢 只有一个小羊羔 很小很小的小羊羔 然后呢 这个全家人呢 每天和这个小羊羔 在一起吃 一起住 一起长大 就把这个小羊羔啊 当成了自己家里的 一个 一份子 那有一天呢 有一个客人 来到这个 富户的家中 做客 呀 这个富户就舍不得 拿出自己家的牛和羊 去款待这个 这个客人 于是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把那个穷人的羊羔 取来了 杀死了 然后让这个客人吃了 大卫听到这个故事之后 是什么状态呀 甚是恼怒啊 就是非常非常的生气呀 然后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说了狠话了 他这个狠话很狠的 他说什么呀 他说我指着 永生的烟花起誓 我发誓 行这样 就是做这样事的人该死 应该死 他必偿还 那个羊羔四倍 因为他行这样的事 没有怜悯的心 发誓啊 说这样的人该死 然后拿丹接下来就说 你就是那个人 大卫当时就 我们家就伪了 就怂了 就为什么 原来我就是那个 为什么拿丹解释了 你的王宫当中 有很多的宾妃 你有很多的妻子 都是特别的美貌的 你的部下只有一个妻子 就像那个小羊羔一样 人家最爱的 最喜欢的 最珍贵的 你给抢来不说 你还把那个人给弄死了 你比那个 那个父母还要可恨 大卫当时说什么呀 大卫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但是神还是爱 大卫 因为和大卫是有约定的 说什么呢 说 除掉了他的罪 让他必不至于死 只是你行这事 叫耶和华的仇敌 大得 亵渎你的机会 故此 你所得的孩子 必定要死 拿丹就回家去了 看看 这个罪的代价 是很可怕的 如果 拿丹讲话 不得体的话 没有智慧的话 直接见面就说 大卫 你犯罪了 你这个该死 可能大卫当时 就碍于面子呀 没准就直接把这个 拿丹就给 就给架出去了 说不准的 因为人是特别重视 这个东西的 可是拿丹很聪明 他是选择了铺垫 用什么呢 用讲故事的方式来铺垫 所以话语固然 人人会讲 但是讲的得体 恰如其分 使人心服口服 产生好的效果 并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 因此 讲诚实话 劝勉人 说话 赞美人 固然重要 但讲智慧的诚实话 能够产生良好效果 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祈求神 帮助我们 学会如何讲 智慧的诚实话 阿们 祝愿祝福 我们教会的 每一位女姐妹 都能够用什么呀 用这个智慧 去说神所学的话语 那第四我们看一下 叫得鼓励 说鼓励的诚实话 你说的是好话 但是得鼓励别人 所以我们有人说 生活当中 有个十字真言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 这个十字真言 都是我们知道的 平常很常用的话 什么话呢 第一个字 请 第二个字 谢谢 第三个字 对不起 第四个 我爱你 加到一起十个字 请 谢谢你 对不起 我爱你 而中国人呢 我们现在的中国人 比较含蓄啊 或者比较内敛啊 就是不太擅长 用言语表达我们的想法 我到现在为止 我好像没跟我爸我妈说过 我爱你 我感觉好像是 还是说过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可能是很少很少 我觉得我张不开这个嘴 说这句话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姐妹 你们的状况是怎样的 韩国人是很擅长说这句话的 这个 这个就挂在嘴边 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 这个不是 他不是爱我 他就是说了一句 我爱你 我还记得 邱牧师去美国学习的时候 有个人 I love you 你怎么敢爱我呢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就爱我了 中国人说我爱你 不是随便能说出来这句话的 可是呢 我们在生命当中 一句对不起 一句谢谢你 一句请 一个我爱你 会给别人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们要知道 在我们接受别人的服务和礼让的时候 如果我们说一句谢谢你 会怎样呢 得到帮助了 可是无动于衷 那对我们来说是没用的 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 我们要学会什么呢 学会去说谢谢